第244章 蕴神蒲团 听到小雕突然间的声音 林栋也是微微一正 玄机目光凝视者那古黄色的蒲团 如果这蒲团真的是拥有着一些温养精神功能的话 那是绝对不值四万枚纯云丹这个价格的 但眼下这拍卖会却是出了这么高的价格 看来这五盟的那些鉴定师啊 虽然不能完全确定这蒲团有何详细的奥妙 但也是觉察到了这蒲团应该是有些奇异之处 这才喊出了这种价格 所以说拍卖这蒲团倒是有点类似赌啊 所赌的就是自己的运气 若是这蒲团真是有着其他未发掘的功能的话 那便是赚了 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亏大了 所以在听见小妖的话时 林栋心中也是犹豫了一下 不过最终还是对于前者的信任占据了上风 虽然这家伙有时候不太靠谱 但关键时刻的话还是有一点可信程度的 这所谓的运神蒲团显然也是在拍卖场中引发了一些窃窃私语声 林栋能够感觉到无数道精神利益蔓延而出 在那蒲团上扫来扫去 想要看看这东西究竟有着何等奥妙 竟然能够喊出这等价格 不过不知道究竟是因为蒲团本身的缘故还是有人做了手脚 这些精神力也如同林栋一般并没有取得太好的结果 四万一千枚纯运丹 场中的窃窃私语并没有持续太久 便是有着一个人试探性的出价 竟然是想试试运气 四万枚纯运丹虽然不是小数目 但这里能够拿得出来的人也并不算少数 四万三四万五 有人领头立刻也是出现了跟风者 不过那所提高的价格都不是特别高 显然对于这功效尚还不明确的蒲团都是有点忐忑 而在那慈禧彼伏的寒假声中 这运神蒲团的价格也是在逐渐的提升到了五万枚纯运丹左右 再接着寒假的人便是谨慎小心了许多 六万纯运丹 在寒假声稀少了一些后 突然间一道略显阴柔的淡淡声音在场中响起 立刻便是将一些有心争夺词物的人压得一致 目光顺着声音望去 只见得那寒假之人 竟然是那最前方的殷葵宗的华宗 一见到这位阔绰出手 不少人都是无奈地摇摇头 显然是没办法与其争夺 所以当华宗在出假后 场中也是安静了一会儿 不过就在众人以为华宗要顺利将此物拍到手的时候 一道突如其来的声音确实插了进来 七万纯运丹 这般声音立刻便是在场中引起了一片哗然 一道道惊讶的目光顺着声音望去 然后便是见到了那被斗笠遮住了头的身影 当下便是传出一些窃窃自语的声音 家驾声显然也是令得那华宗正了一下 寻寂眉头微皱 偏过头来 略显阴柔的目光注视着后方那道身影 成为了瞩目的焦点 临栋却是面色平静 旋即他心神微微一动 一股阴冷的精神力悄然蔓延而开 似乎是想窥探他斗笠下的面庞 心中轻横了一声 临栋泥满宫内的本命灵符微微一斗 便是略出一道精神波动 将那一道窥探的精神力弹射而回 然后斗笠的目光盯着最前方的华宗 显然那道窥探应该是后者所发 被林栋将精神窥探弹射而回 那华宗显然也是有些惊讶 轻移了一声 旋即嘴角浮现一抹 饶有兴致的笑容 目光犹如一条毒蛇般看了林栋一眼 这才收回目光 懒洋洋的倒 八万 这个近乎翻了一倍的价格 让得不少人都是有点动容 旋即暗暗羡慕 这才是大款 八万纯元丹 眼睛眨也不眨的就丢了出去 而且最主要的 还是用如此巨款 去拍一个功能都上海部完全清晰的蒲团 十万 然而众人的羡慕刚刚涌现 林栋接下来那古井无波的声音 直接是让得不少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甚至连那位木千千都是再度忍不住的回头 桃花美眸带着一些惊异的看了他一眼 十万春元丹能够如此淡定的喊出来 没点魄力恐怕是不行的 在林栋这般价格下 就连那滑踪的脸皮也是微微抖了一下 眼神略微有点阴沉 不过这次他倒并没有再提假 有时候一起用事或许可以 但这也得看价格 如果将这蒲团换成一件高级领宝 或许他会很感兴趣的加上去 可眼下嘛 若是让他爹知道他花十万枚纯元丹 去买一个做什么用都搞不清楚的蒲团 那就实在太过奢侈了一点 林栋这次的寒假无疑是震住了寻场 好半晌后都是无人开口 见壮那白发老者也略有点亢奋的在喊了几声后 便是一锤落定 将这笔交易完成 整个拍卖的过程 林栋纹丝不动 甚至连声音都是没有半点的变调 那般模样就仿佛十万的蠢元丹 对他并不算什么一般 这倒是让他不少人在猜测着 这又是从何处而来的大势力之人 当然谁都不知道 在其看似平静的身体下 此刻却是在站红着脖子 失禁地咆哮着 十万蠢元丹啊 叹娘的 如果这该死的铺团没有什么作用的话 我一定要饶远算账 林栋的咆哮自然是冲着小雕所去的 其实在先前华宗喊出八万的价格的时候 他便是打算放弃了 用这一种价格去读所谓的运气 实在是太惊心动魄了一点 但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 小雕却是不断地插嘴怂恿 最后这才让他极为肉疼的 喊出了这个令的他 犹如割肉一般的价格 当然 在喊出这个价格的时候 林栋的心中也是极端的后悔 他无比地期盼着 那华宗能够再加一次价格 但让他眼前发黑的是 那个混蛋竟然在这个时候软掉了 没种的祸 林栋在心中咬牙切齿地骂道 这十万纯元丹一掏出去 他的资产基本上就缩水了一大半 看来日后又得省吃俭用了 小子你也太没胆识了 区区十万纯元丹又算得了什么 那葡萄上面的一些符文 甚至连雕爷都一时半会儿看不懂 肯定不会是寻常之物 在林栋后悔间 小雕那鄙视的声音 也是在其心中响起 你就祈祷你没有眼花吧 林栋狠狠地道 拍卖台上 再将运神仆团 顺利地拍卖出一个不错的价格后 接下来又是有着不少好的东西上场 在那之中 林栋共是见到了一部分 达到了上乘的八品武学 只不过那高达八万的拍卖价格 直接是让着他选择了放弃 现在他的身家 可不能再买这些奢侈的货物了 兜中逐渐干瘪 接下来的拍卖 林栋更多的 几乎是沦为的坎坷 除了在拍卖会即将尾声的时候 他再次出手 使用两万纯元丹 拍卖了一株名为 天罡阳果的珍稀灵药 这正是用来调和万寿果之中 那种狂暴能量的必须之物 所以也容不得林栋不出手 而这两万纯元丹再次掏出 也是让得林栋彻底的穷了下来 所剩的一些纯元丹 已是不能再动用 因为请林栋师出手前化天灵古迹 还需要一笔不菲的纯元丹 短短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资产原本达到二十多万纯元丹的林栋 便是再度清洁溜溜 这让得他深刻的明白 在大黄郡这种地方 他究竟是过得多么的穷苦 不过还好 虽然花费了不少的纯元丹 但林栋所需要的东西 基本上是全部成功买到了 而随着拍卖会逐渐的接近尾声 所出现的物品也是越来越珍惜 价格越来越高昂 看得林栋颇为眼热 此次拍卖会的压箱底之物 是一件名为玄黄地甲的高级领宝 据说这是从大荒谷碑之中流传出来的宝贝 价格高达十二万枚纯元丹 但其防御的能力也是强悍的让人震惊 一名实力仅仅元丹镜的人穿上它 便是能够直接无视造形境强者的攻击 甚至这领导对于精神力的攻击 也是有着一定的防御效果 穿上它无疑是多了一条命 而这也是让它林栋极为的垂险 当然那高昂的价格把它拖出去 卖了都买不起 最终这玄黄地甲拍卖出了十八万春元丹 而那获得者不是别人 正是与林栋出手争抢了一下运神仆团的华宗 这家伙有着殷魁宗当后盾倒也是真正的财大气粗 望着那气氛火热到了顶点的拍卖会 林栋也是伸了一个懒腰 直接起身对着场外走去 这一次倒是收获不小 眼下就该去完成天灵古己的进化了 若是天灵古己能够进化成高级领宝 那林栋的战力无一间会提升一个档次